高雄城中城大樓外 已经架起威力阴架 避免火警后玻璃砖瓦掉落 伤及路人 驱动屋龄40年的住商混合大楼 过去城市百货公司 是高雄最繁华的大楼之一 但在1999年发生火警后 大楼逐渐走向没落 20年前他火烧的时候 就把那个四楼整个烧 人家外面都传说四楼就是鬼屋 那个时候就应该拆 他一直不拆 你们二十几年来 都是随便任由那些街友 穷人老人就跑进去住 这边哪里有什么消防器材 这边就是围柔 后来就没人来这边安检 就因为产权问题 差不多有20多年 20多年都没来安全检查 没有了 有安全检查的话 这一栋都要走掉 所以你自己也不敢上去 我自己连电梯我都不敢坐 高雄全中城大火 烧出老旧建物无管委会问题 内政部表示将检视现有法规 要求老旧建筑物应该成立管理委员会 确保维护消防安全 而现行法律对既有建物 设立管委会无数级既往规范 将修法强制要求既有建筑物 也要设立管理组织 集合住宅住了那么多的一个住户 确实必须要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个 自制的一个管理的一个单位 那以现在来看的话 过去的一个修法就是因为没有硕起既往 该让法制完备的 当然就必须要去赶快把它做一个进行 没有修公益管理条例够不够 不知道其他的法规 比如说小王法要不要修 这个我不知道 这个可能要内政部要好好的去盘点一下 内政部也举出将纳管停业场所公安 也已经发函要求地方政府启动全面清查盘点 高风险建筑物 新唐人亚特电视李娟龙张远亭 台湾高雄纵组合报道